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学习病毒的致病性。 病毒虽然是非细胞型维生物,结构简单,但病毒感染在感染性疾病中却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第一,在人类传染病中,约75%以上的急性传染病是由病毒引起,常见的有肝炎、麻疹、脊髓、灰质炎等。 第二,病毒感染的传染性强,病存率高,比如艾滋病、非典型性肺炎、麻疹等等。 第三,病毒感染后可出现明显的后遗症,如小儿麻痹、医脑、添花等等。 第四,流行广泛,甚至可引起世界性大流行,比如流感、非典等等。 第五,与恶性肿瘤、免疫缺陷、胎儿畸形、痴呆等密切相关。 下面我们看一下什么是病毒感染。 病毒感染是指病毒侵入机体,在易感组织细胞内复制增殖,与机体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为病毒感染,可引起局部和全身不同程度的病变。 病毒性疾病是指感染后常因病毒的种类、宿主状态不同,而发生轻重不一的具有临床表现的疾病,成为病毒性疾病。 也就是说,病毒感染发生之后,不一定能够引起感染性疾病。 第一,病毒感染有三个重要的因素。 一,病毒的致病性,包括病毒的结构侵入的方式及复制方式等。 二,机体的感受性,包括病毒的种属特异性,机体后天获得的免疫状态等等。 三,环境因素,包括社会环境及自然环境因素。 病毒感染过程与结局可分为两部分。 局部感染,病毒侵入部位增殖,然后引起局部的疾病,如鼻病毒引起普通感冒,而轮状病毒可引起腹泻。 第二种是全身感染,病毒进入血淋巴系统,神经系统,然后再通过把器官涉及全身及多种组织与器官引起功能障碍,如肠道病毒可引起多种全身感染。 病毒感染的机制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对宿主细胞的致病作用。 二,病毒感染的免疫病理作用。 三,病毒的免疫逃逸作用。 首先看一下对宿主细胞的致病作用。 包括几个方面。 一,杀细胞效应。 Cytocytal effect。 病毒在宿主细胞内复制完毕,可在很短时间内一次大量释放子带病毒。 细胞被裂解死亡。 多见于无包膜杀伤性强的病毒,比如体髓灰质炎病毒。 这个图给大家演示的是病毒吸附穿入到宿主细胞内后进行增殖复制。 当许多子带病毒成熟之后,将细胞裂解释放子带病毒。 细胞病变作用。 在体外培养的细胞中,接种杀伤细胞病毒后,经一段时间可在写微镜下观察到细胞变圆、堆积、坏死、从屏蔽、脱落等现象。 下面两个图。 A图是正常的细胞,成纤维细胞,排列、归整、大小、均匀、贴臂生长。 而B图为细胞病变作用的细胞,细胞排列、紊乱、变圆、不规则、脱落。 第二种情况是稳定状态感染。 Steady State Infection。 病毒在宿主细胞内复制后,不引起细胞裂结死亡,多鉴于有包膜病毒,常以出牙的形式释放子带病毒,对细胞损伤较慢,如流感病毒。 这个图为有包膜病毒感染后,从宿主细胞释放出的是一图。 当病毒以出牙的方式释放时,将宿主细胞的包膜包裹在病毒外,不会将宿主细胞裂解,但可使宿主细胞表面呈现病毒抗原。 3. 包含体形成。 某些受病毒感染的细胞内,用普通光学显微镜可以看到有与正常细胞结构差异和着色不同的圆形或卵圆形的斑块,称为包含体。 Inclusion body。 因包含体与病毒的增值存在有关,且病毒包含体各自具有一定的特征,故可以作为病毒感染的诊断依据。 如从可疑狂犬病的脑组织切片或图片中发现细胞内有氏酸性包含体,我们叫内积小体,就可以诊断狂犬病。 4. 细胞凋亡apoptosis是一种由基因控制的程序性细胞死亡,属于正常的生物学现象,但病毒感染后可导致宿主细胞发生凋亡。 5. 基因整合与细胞转化,某些DNA病毒和逆转路病毒,在感染中可将基因整合于宿主细胞基因中,导致细胞转化增值变快,失去细胞间的接触抑制,最后形成恶性肿瘤。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同学们再见。